真不容易 我终于熬成合法的了 一口喝就没进了吧 怎么那么难你这点出息 我没有进我 说了算 新婚之夜两夫妻柔情密 床板不断发出滋滋压压的声响 女人的前夫躺在一墙之隔的卧床上 心中可谓是万马奔腾 她思来想去感到越来越憋屈 为了破坏这得不到的骚动 她静止走向厨房啪啪啪地剁起了菜来 刺耳的动静影响了两人的节奏 使得夫妻俩瞬间索然无味 愤怒的女人起身质问前夫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饿了 有着尴尬关系的三人处在同一屋檐下 这种事情压根是不可避免 当初马文为了阻止这种情况 还站在城门娄子威胁过前妻 奈何对方是吃了秤妥铁的心 声称即使他跳下去也徒劳无功 我跳下去 不正成下了你们俩吗 没门 虽然马文心里十分抵抗 但真跳下去还是有所顾忌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行 她的手脚因这意外打上了厚厚的石膏 可勤俭的来临却并未因之推迟 当初轻轻我我的夫妻俩以为过客 不过始终有这层关系的牵绊 去使马文去到了婚礼现场 头脑经过酒精的侵蚀 也令她坦诚地向新婚夫妇送去了祝福 我不会说话 我就祝你们俩和和美美 别像我们俩一样 没事就吵吵完就离 今后马文的日子竟显迥怅 不仅得经常忍受近在咫尺的床子之欢 女人的新丈夫为了与她保持距离 还在本部宽阔的房间加上了帘子 作为双方活动空间的界限 一旦儿子闯过这面干大的屏障 马文便会对其打趣起来 儿子哪懂得那么多 抢了爸爸碗里的面条就开始大快躲 可这时女人急促地敲破了一声 总会打破这番和谐的景象 马文开始了报复 这晚他看到女人丈夫带回来只大狗 你们连狗都能养 马虎就不方便屏障 他还将对方带到了卫生间 以过来人的身份对气开始了说教 这毛巾能不能叠好了再挂 过去你们家大 怎么挂的 现在这屋子小 住这两家人 你能不能入乡碎缩 他的情绪倒是宣泄过瘾了 两夫妻却有了另外的想法 为了不让这糟糕日子继续过下去 他们立马定下了将马文赶出去的计划 新婚夫妇为了敬享雨水之欢 决定将女人前夫赶出家门 两人想法子找了间单身宿舍 劝男人别不知好歹 这可把当事人气得呀 你们说什么 谁在主意 哎呀 我俩 马文一想不到相濡以沫的几十年夫妻 如今当新婚就与对方站在同一战线 这番做法真是令其心寒 可两人的计划并未因此消停 他们出了一大笔钱 给马文在相亲公司办了个至尊会员 对方美不美的都不重要 只要有防便万事大吉 可马文一听到这番图谋不轨的建议 心里立马是极度的排斥 果断扭头就走不发表任何观点 女人丈夫眼看这样不行啊 于是吐血买了瓶毛子 想用好酒来收买马文的心 并趁其酒意上头时述说起自己的委屈 可其依旧是不为所动 马文 你给我听清楚了 杨欣现在是我老婆 马文的态度因之所改变 如果自己继续纠缠下去 最终苦的人还是自己 他接受了组建一个新家庭的建议 开始频繁地与各式各样的女人相亲 可总谈了几句就陷入了数小时的沉默 接二连三的出事不利 使得马文觉得相亲对象就是糊弄 以后再相亲你代表咱们先去见第一面 过了你这关我再见 局面似乎因此而改观 马文这晚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大学同学 不管是聊天话题或是人生的追求 两人都说得十分投机 自然而然地将关系更进一步 可就是因为这一步挨了脚 马哥 你显然还有别人 原来马文的心理 压根没法抹掉与前妻相处的记忆 使得有了个对象后就会和其对比 美好的过去与不可知的未来友人 在女人丈夫劝马文将就的时候 她总算说出了心里话 李懿但凡能找一个有你一半好的我早家 你少拿我大茶 霍切将前夫哥赶走的心 也令女人的丈夫出了个笑话 厚厚的人家所揍就揍了你 我这儿有一个 男人 不错 真不错的 神经兵 听闻这般滑稽的事情 令马文完全笑得直不起腰来 果真是皇帝不急太贱急啊 不过不急的话那可幸福生活就没有了 女人丈夫觉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 撮合马文与自己的富婆姐姐进行交往 可身价上亿的女人有啥没有见过 立马就想打消马文的念头 你和我不会有结果的 我知道 因为我已经不相信男人 更不相信婚姻了 你说的我相信 我也不相信婚姻 更不相信你 可就是因为这番话 令贵妇的心中百感交集 也使得其对男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一边是身价千亿的富婆 一边是抛弃自己的前妻 作为男人你会选哪个过日子 贵妇因为马文的坦诚 对其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为了维持这段来之不易的关系 两人互相包起了电话粥 以使心中炙热的火焰越来越旺 马文十分期待今后的生活 也为此将身上的衣装焕然一新 帅 哭泣 三日不见刮目相看 花花公子 这得感谢你们俩 特别是李毅 给了我酒精沙场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文与贵妇的关系逐渐走向了高潮 贵妇会趁着酒意正盛的时候 邀请对方共度凉宵 走吗 去哪儿啊 你说呢 甜蜜的两人令马文的前妻心生嫉妒 在前夫和贵妇秀恩爱的时候 便会愤怒地叫其撂下电话 还会有意无意地去到前夫身边 抱怨其意不负当年的和善 性格变得越来越坏 马文本以为是句玩笑话 可抬头却看到了妻子表情的冷漠 他明白这是妻子在找自己和解 原谅过去与期待未来的态度 在他的心中碰撞出巨大的火花 这天他看着前妻在遇事喜遇 便在已无法控制自己 如同豺狼般突然开始啃咬其对方 短暂地原始冲动 使得过去的一切死灰复燃 马文现在面对两大难题 一是想与自己重燃旧情的前妻 二是对自己忠心不二的富婆 这晚前妻又来找到马文 马文 你还是你 但是你绝对不是个男人 下午是一晚 现在不是一晚 咱们没关系 从今天下午起就难说了 当真又要发生什么的时候 前妻却想起了自己对现任丈夫的忠诚 莫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 反观富婆的态度就明确许多 一而再再而三地劝男人搬家与自己 和自己好好地过日子 马文 我没有逼你取我的意思 可咱们现在已经这样了 谁也别想走回头路 两人的暧昧使前妻有了看法 他愤怒地走到马文身边 朝着其大打出手 表面上是为了让其明确关系 内地里却是为了迎回自己的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女人总算坐在了一起 谈起了马文对自己的爱 他呢 还爱你吗 我觉得一个男人能为你跳楼 你说什么爱与不爱 更有力量吧 前妻为此还与现任丈夫摊起了牌 导致了一切矛盾的激发 以前你折腾马文 现在折腾我 好好日子你放着不过 你这不是做吗你 你们男人可以把心和日子分开过 我们女人不信 至少我杨欣不信 我没有办法不跟着心走 马文在这迷离的关系中纠缠不清 使得前妻丈夫对妻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两个男人因为两个女人 爆发了拳拳倒肉的真男人之战 也因为这番闹剧 驱使他们走向了天台 杨欣 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我老婆 什么都可以改变 但这个不行 嗯 你什么都比我强 可这个 我比你强 时间来到了半年之后 被男人伤害过的贵妇依旧是孤身一人 前妻丈夫终于有了新家 可心上人却已消失不见 旧房间里重新涂上了腻子 喜字也被小心翼翼地铲掉 马文和前妻又重新走在了一起 其实 那天没有阳光 我的眼睛 却被刺得很痛